常伴的人 所以開始講的沒得完 好 我是第三個講的 因為我跟他們的關係很密切 今天我選擇的方式 也是從我自己的一些覺悟講起 所以我要講我的三個女性主義覺悟 其實我跟女性主義遭遇 是一個還滿正常發展的問題 什麼正常發展 我從小其實是一個滿好重的女人 然後我是老二的家 上一次的老大先生 坐在老二位子上的人 通常是非常清楚的知道 什麼叫不平等 老大先生 這個絕對有很重要的真理在內 各位要知道 那你長成的正當的 和位置那個人 是什麼樣不全都不平等 老二位子我們就清楚了 很清楚知道 因為我從小是很清楚 自己的第一個跟就是沒理查理 我一直就知道 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發零用金的時候 我跟我哥哥 我兒子雖然只差一歲半 零用金也不一樣 我就有一次跟我媽說 為什麼我們零用金不一樣 我媽說 我哥哥要教女朋友 你有沒有花錢 那我說我也要教男朋友 那那她花錢啊 這個很清楚 就讓我看到說 我就是很美 沒有一個女生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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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老二位子的女生 很容易可以看得到 這個性別的差距 跟這個家裡面的 這個位階上的那個差距 對於重男輕女 我們中國人傳統 我只是講重男輕女 我們其實那個小時候 女生的女生 沒有 沒有 重男輕女 從小就知道 她的女生也覺得說 她是中國偉大 文化成本 她就是這麼回事 就重男輕女下去 而且在學術上面 讓你遭遇到女性主義的時候 她有一個 突然會讓你感覺到 一種力量 覺得 所以說這個重男輕女 第一個 她不是一個天經地義 必然如此 第二個的話 這也不只有我一個人 才這個樣子 也不只有我們家重男輕女 而她是一個社會 一個體制 所以在一個知識分子位置上面 遭遇到女性主義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突然得到一點力量 覺得說 是啊 講得有道理啊 這個分析很有力量 我們當然可以從這中間 找到一些解放之道 可是問題是說 我當時就是在一個 知識分子的圈子 框子 教室裡 遭遇到女性主義 那個時候 我周圍的這一些 美國的女性主義學生 和老師的 某一些談話的方式 就讓我常常會覺得 有點不安 因為在教室裡面的時候 聲音很大 在外面的話 可能重男輕女生 不見可見 在教室裡面的聲音很大 男人怎樣怎樣 男權怎樣怎樣 而父母權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常常都在批判男人 批判男人 批判男人 在教室裡面很少批判你 很少去看說 這個社會如果說 照他們講的是兩性的 一個互動的結果的話 那麼造成男人這麼囂張的 當然女人要不學吧 是你一百分養成那個囂張的人啊 再說所有的男人都是媽養大的 不是 所以有人會說自己不要想想自己的責任呢 所以當在教室裡面 我其實有點不太適應了 那一種只會把齒合去向另外一個性別 而沒有去反省 向前進女性的吵架怎麼形成 對 那我也覺得說 老是在那邊談 罵罵罵 然後寄望說男人會改變世界 或者改變自己 這個 我是覺得有點鳥吧 對 那時候我就不太習慣 這個女性女性的教室裡面 進行一些討論 那我自己開始寫 跟這個女性相關的文化分析的時候 我就比較不寫男人 我通常會才寫女人 去寫女人的一些身體啦 肢體啦 感覺啦 說話的方式是怎麼樣局限了自己 也就是說 從你自己壯大開始 你管他怎樣 他消他的章 你也囂張起來以後 他就不能那麼囂張了 好好 那麼知識分子 有的時候對這種理念的理解 就是擁抱女性主義 這個理解 有時候是很書本的 也就是說 概念上面 大家都知道女性主義 大概有哪些什麼什麼說法 有什麼什麼講法 大概都有這些 可是在書本跟學術的理解之外 是一個現實世界 而在我們這個現實世界 行走的過程當中 我有時候很因緣際會 很幸運 遇到一些人 認識了一些不一樣的人 也從此開始了 我對於理性主義的一些覺悟 那我過去十五年中 這個覺悟其實蠻多的 那我要挑三個比較特別的那個覺悟啊 第一個覺悟的話 王廷在講故事的時候 已經提到就是1994年的一些事情 那我再補充講一些 1994年的3月8號 國際婦女日的時候 當時我們為大學裡面的女生 辦了一個講座 那這講座有八個學者 女性學者去看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去談台灣的社會現象 其中也有分析到當時很出名的 一個沙夫的案子 那個案子的話就是 就是女性的團體就是支持那一位 沙夫的女主角鄧如文 每一個女主角 我們女性學者講的那個主題不太一樣 那當時我在想的時候 因為我93年開始跟一些女性在一起談 跟性相關的事情 然後這本書據說在大部分會進 它叫性心情 如果你曾經看過有油氣 你如果沒看過 祈禱你有機會可以看到 通常進出的流傳是比那個房間商業管道帳流傳更廣 所以如果聽說哪家有信息請趕快去借 那是我個人覺得我寫得最好的一本書 推薦給大家 1994年3月8號的時候 這個女性講座裡面的時候 因為我的這個性心情的工作方裡面跟這幾個女人一直談戲 談了四個月的戲 然後我就在那個講座裡我就好 那我來講個題目好了 因為面對的是大學女生 而我在大學教書 我知道我的學生們都在很活躍的性生活 雖然大家都不講不講 其實都跟朋友有關係啦 可能需要是不是很常見 可是我也常常遇到這些女生跑來給我求助 就是他們有很多事情不能跟朋友講 不能溝通 他們在這過程當中有很多很多不愉快的經驗 所以我就決定去講一個題目 叫做女性解放 性是用引號刮起來 因為我就要講這個部分 那這個演講 我其實並沒有要幹嘛 我就在講很簡單 就是說 你們這些大學女生 我知道你們已經很積極的在開始這些活動 那我覺得說你們如果要能夠真的掌握在這個活動裡面的主權的話 你們一定要練什麼樣的功夫 我就跟他們講這個 我就建議了三個 這後來當中沒有人記得我當時建議那三個是什麼 結果現在可以跟你們講一下 第一個鍛鍊身體 身體好做愛咱做得好 第二個 吸收各種黃色資料 想像力豐富 而且才知道性質怎麼一回事有怎麼樣的多樣 對方使成招式的時候你在這怎麼回應 第三個 練習有壯大的這個主體的力量 也就是說在這過程當中要協商 不能說今天心情來了就做 要協商 而且協商要講好 在這過程當中不能說你要上你就上了 當時我還覺得我就 覺得因為演講就15分鐘講得好玩 我就說脫衣服要脫30分鐘才可以做 然後就讓對方要慢點 我們這個熱度上來慢點的 那就慢慢的熟悉慢慢的充分的去享受 我就是很簡單的講一講說 一個女人要對自己的慾望 要對這個文化的文化資源 要對自己的身體有所掌握 才能夠真正的說 我是全心全意的跟對方做平等玩家 否則你就被人家玩掉啊被人家用掉 我就是講這些而已 不過到後來那個演講 沒有人記得他的題目叫女性解放 每一個人都記得我在中間提到過一句話 叫打破處女情結 就打破處女的那個心態 就說哎呦我好怕啊我不要被人家看到啊 我不要知道自己身體啊 我不要想這性的事情啊 我不要看黃色出刊之類的 那種處女的心態 那種被人家摸一下就要哭啊 或者是身體獻給他 今天第一輩子就嫁給他這種心態 這個話就變成了第二天的標題 就打破處女情結 可是我覺得 大家對於打破處女情結 這句話記得這麼清楚 比較要真的讓他們觸動心血 可能還是打破那兩個 不懂嗎 打破跟處女連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充分的想像 我再不懂我就不行了 講出來嗎 好 這個3月8號這個打破處女情結 當時在講的時候 我講的內容 如果各位有幸福 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的 整個的25分鐘的演講 有趣的是說那一天演講的時候 我是常常演講的人 我其實不覺得有什麼太特殊 但是那一天 我感覺到那個廠商的 600個女生的平敗的情緒 我講兩句話他們就大笑鼓掌 我到後來演講中間 我都講說拜託不要鼓掌 你們鼓掌浪費我的時間 因為你鼓掌一笑 我就要停下來等你們笑完了 我才能講 當然呢主辦單位只給我15分鐘 我後來把硬拖到拖到了25分鐘 我都不好意思 可是我就後來跟他們講說 你們別再笑別再鼓掌 問題是 這什麼意思 這場子裡面講到性 這麼一個禁忌的題目裡頭 600個女生打笑鼓掌 興奮的不得了 坐都坐不住 這什麼意思 我覺得我在那一次場合當中 一次感受到 當一個人可以正面可以積極的去認識到 跟情緒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那也有一個充分的解放的力量 真的是我的感覺 好 到了這個後來的這個反性騷擾遊行 5月的這個遊行 其實我 我想時間久了以後 人都會有些事情記錯 我來补充一下 王平剛剛講的那個故事 我們在後面那個社會大隊裡面 確實是有些人在談 然後因為當年的喊口號叫做 反性騷擾 反性騷擾 四個字很難念 反性騷擾 中國字不是說五個字 七個字嘛 四個字 然後下面一個反性 什麼 反性騷擾 什麼什麼 然後下面那個對象 我現在也記不得了 就不是四個字的 就念不起來 沒那個對象 我小時候是看張魁小說的人 非常喜歡那個文字上 要對象起來 所以當時我們在社會大隊裡面 在講的是 反性騷擾 這個口號 反性騷擾 很難喊 我們想點別的口號 當時這個公民的朋友就說 不能吃飯啊 我們來想想我們要什麼 他就在講說要性經驗 很中性吧 要性經驗 我當時就有人講說 不好 要性經驗 那我經驗不太好怎麼辦 不能講說要性經驗 所以我們就正在講 正在講的時候呢 就已經到了這個公園 就要休息的地方 然後宣傳車上面喊的人喊得精疲力竭 就說你上去講一講好不好 那個時候都還在反性經驗 要性經驗 反性騷擾的這個階段 上去我就去分析去講啊 講這個性騷擾 做一個社會文化的現象 我的區侵向是說 我不認為 反性騷擾應該反的是男人 我也不認為反性騷擾的時候 應該是抓那幾個有罪的男人 不是 我認為要去思考 性騷擾是什麼 他為什麼會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一個人不跟我好來好去的說 我們兩個要幹嘛 要幹嘛吃果豆腐 他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來對待我 這樣是什麼樣的一個文化 才能養得出這樣的一個 不顧別人 不理別人 不問別人到底有什麼樣的意願 而且也不會 跟人家怎麼樣去互動 就隨便上來 隨便摸你一把講一句話 或者怎麼用什麼方法對待你 為什麼我們養得出這種人 這種人怎麼來的 我在那個我們這個分析裡面 就去分析我們整個社會文化 對於情侶互動 一種不開放 大家都好像 要上又不敢上 要說又不敢說 到最後就用最粗暴的方式說了 用最粗暴的方式做了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文化要對情侶這個事情 更開闊 更鬆散一點 講完了以後就說 好了要走了 要走的話 要帶動群眾開始走 就不能說 鞠躬就下台嘛 只要喊口號 那剛才那個反性經驗 要性經驗 反性騷擾我一直不滿意 因此我就說 好吧 那喊 我就臨時想起來 我就說 我喜歡我這個字 因為足體性很強 我要性高潮 我這個人是邊走邊編的 因為性騷擾 饒 押韻 凹 厭也不押不上來 所以就一定要有個凹的字 我就想 高潮就是一個壓力 我就說 不要性高潮 然後下面就 當然就不要性騷擾 可只有兩句不行嗎 就覺得不夠 中國的那四句四句剛好 所以又揍出來說 你在性騷擾 喊這一句 下面喊你在性騷擾 我還沒想出來第四句 還要押韻嗎 你又不能什麼 我就好 我就動剪刀 那個時候四句喊完以後 其實大家爽到不行 你下面這個 因為這種 這個口號是讓女人感覺到 我有力量對付 各位可以想一件事情 性騷擾是什麼 性騷擾在我們目前這個生活的理解 往往是這個女性無力抗拒 她連在公車上面被人家擠了 摸了什麼之類的 她就回家哭 二十年以後寫個回憶錄 這個生命的耗費啊 所以當時的時候我就說 這個四句喊完那個力道戰爭 我收不下去 其實還有一個第五句 第五句就很糟糕了 因為我臨時想不起來了 我承認我中文底子還不夠 我當時喊的是 我要性高潮 不要性騷擾 你再性騷擾 我就動剪刀 把你剪光光 很差我知道 可是有一種完結的感覺 所以就 這五句就喊到頭來 那剛才王廷已經報導過了 因為這個 後來的話就引發了一些事情 大家覺得 怎麼算性騷擾 變成要性高潮 可是我告訴你 這一點都不錯啊 一個女人 一個女性主義 怎麼可能不談 人怎麼樣去 處理自己的愉悅的力量 以便有力量去對抗那個危險 對抗那一個騷擾 對抗那一個 否認我自主意志的東西 我如果不能夠肯定我要什麼 我說不的時候 也是不太確定的 也是沒有力量的 再重新想一想 當我說我不要的時候 那你要什麼 那個要的力量 才是真正的那個 不要的力量的基礎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覺悟 就是我發覺女性主義 竟然沒有一個正面看待的 愉悅的論述可以出得來 竟然我們在談到時候 我們要正面去看待 比方說我談打破婚處女情結 或者我去談我要性高潮的時候 女人在當下聽到的時候很爽 只要有人說 蛤 你要我性高潮 蛤 你要打破婚處女情結 的時候 所有的忐忑都生起來 然後就開始轉過頭來說 你看 都是你講錯 都是你戴錯 都是你什麼 就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這麼習於退縮 為什麼我們這麼習於 覺得性就是危險的 我們就是要很謹慎的 我們就是要怎樣怎樣 我們為什麼 腦筋裡面只要談到性 都想的是負面的東西 沒有任何一個正面的力量可言 女性主義缺了這一塊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覺悟 也是我在過去十五年來努力的 就是使得女性主義有一塊 正面可以看待的性 也因為那個正面 因此你會看到性的諸多複雜的面向 而不像我們一般所想像的 大概就是你和你的愛人之間那回事 所以這是我的第一個覺悟 這個覺悟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有這樣一個覺悟啊 你才能看得出來 後來在台灣美女性主義 為什麼會發生 對於台北共產 完全無法處理 對於我們的女同志 完全視若無睹 這個視若無睹 和這個無力處理 反映出來的一方面 有那個階級的面向 眾產女性的那種正統性 看不見其他的差異 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 對於性全然的缺乏想像 他只能夠想像最傳統的最保守 在婚姻裡面兩人發生的事情 而對於整個的情侶世界的多樣的面貌 對於中國文化內容所描述的 很多很多的東西 他完全沒有辦法懂 他只能說那是 像剛才Dee奶輝說的 是超前的或者是落後的 他沒有辦法去面對一個真正的現實 他對於在現實裡面 性工作者或者女同志 已經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 或者跨性別已經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 他無法看 他看也看不懂 他總覺得你們有毛病 我是沒毛病 這個我覺得是女性主義很大的一個毛病 這也是我的第一個覺悟 那第二個覺悟 剛才我講的是 女性主義在性這個領域當中的 無知和盲目和自以為是 那第二個覺悟是 我後來才發覺女性主義 號稱對於性別是一個專門的處理 可是我發覺女性主義對性別所知甚少 這怎麼說呢 在我們這十五年的參與台灣的 這個女性主義和性別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常常聽到的就是 兩性平權這個說法 那麼兩性平權有很重要的含義 第一個第一個兩性就是兩個了 一個是男的 一個是女的 當你在兩性的框架裡面想事情 在談性別的時候 我告訴你到最後談來談去都是 那麼你們覺得這個兩性應該怎樣相處才是道理才 我常常出門演講的時候 講到最後就會有人舉手來問說 那麼我們兩性應該怎麼相處才是比較好的呢 為什麼我們思考只能再說改良一下我們兩個親密關係中的狀態 我們為什麼沒有像我那前面講的 徹底的去想一下性別又怎麼想成的 為什麼女人是這個樣男人是那個樣 如果大家覺得都是那個樣的話 為什麼這個養成的過程是怎麼養的 為什麼養成女人好像就是弱弱弱的 為什麼養成男人是那樣一個狀態 如果大家相信兩性的框架 就要更徹底去問這兩性框架怎麼形成的 那另外兩性平權後賣人這兩個字講的是平權 也就是說講的是權利 一個不明的權利 有什麼參政權啊 有什麼教育權啊 有什麼權 可是人生當中有很多事情啊 不單單只是這些公開的權利可以處理 我們有很多的互動 有很多的慾望 我們有很多的想像 我們很多的願景 這些東西可能就不是在公共的政策上面可以去處理的 這些部分如果我們只是想平權 很多事情都沒辦法搶 比方我們就沒辦法去談家裡的教寮 我們就沒辦法談親密關係當中的性的這個層面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也使得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到底我們現在搞了一大堆女性平權 這個兩性平權女性這個能夠能夠權利上升運動以後 到最後我們看到到現在啊 我們還有一堆號稱是搞性別的人會講說 我們教養孩子都應該讓男生的學會哭泣 要讓這個男生能夠做家事 也知道分擔家事是好事 就在這個層次上操作 那這個層次上操作以後呢 在談學校人性別的平等教育的時候 然後老師們就開始寄出來 對台灣很出名的句話就說 我們要教學生什麼呢 基本原則一 男生要尊重女生 二 女生要尊重自己 我當時聽到了這個中小學老師們在講這個的時候 我有很大的驚嚇 因為我想 我們搞了這麼多年的性別的這個解放運動 原來就搞到這個層次 男生要尊重女生也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然後女生要尊重自己是什麼意思 女生都很酷腰帶你們去出事 好 就這樣啊 那力量在哪裡 成長在哪裡 改變在哪裡 好像都還是在自保階段 還是跟原來的所有的那個 整個的保守道德觀一模一樣 如果性別運動搞到最後 女性主義理論了到最後 就是這麼兩句話 女生要尊重自己 還保護自己啊 什麼什麼小心啊 晚上不要出去啊 不要一個人啊 如果都還在這個層次操作 白幹你 好 那同時的話我也在想想 這個徹底反省這個社會的性別養成 是一個很重要很大的課題 就像 你男生剛剛也提到說 好像我們就是在 拼命在想必想妾想必三者想婚外情 大家都不再想婚姻制度本身 婚姻制度本身又怎麼樣 形成對於女人的枷鎖 婚姻制度本身 不當然對女人對男人也是枷鎖 婚姻制度裡面所帶來的想要生孩子 還想要生男 這些東西不都是婚姻制度帶來的一些 對於人的惡這個限制的惡果嗎 這個東西什麼時候我們把那個批判丟掉了 當年左派的祖師爺們都對這個東西有批判的 怎麼這年頭都沒有了 當我們看到一些跨性別的朋友的時候 這是我的第二個學務 我二零零零年第一次認得 這個跨性別啊 trans真的這個字 我們當時在讀性別理論的時候遇到過 可是我沒見過 沒遇過 在理論上講說是是是是是 有跨性別 有男人有女人 好像理念上面就這麼過了 各位女性知識分子 各位千萬不要以為 讀書就行了 進讀書不如不讀書 光聽說她不讀書 她就去活社會去了 她就活現實 你看她學到多少 她比任何我認識的女性主義的大學者們都高超 因為她認識社會現實 這不是所有的知識的基礎嗎 好 2001年我開始認識到一些跨性別的朋友 我在真正認識他們的時候 我開始懂什麼叫性別 我開始懂女性主義對於性別的不知 我開始懂得 當你在世界上放眼只能看到男人和女人的時候 你那個眼光真的就是兩個鴿子龍而影 就只有兩個洞 你就只能看到這些你看不到別的東西 因為這世界上面的人是沒有辦法被放在那個性別的框框裡面 就倆我自己來說好了 我就常常被當成很多種不同的性別 我上廁所的時候 進女廁的時候 會被人家愣 因為我頭髮很短 很奇怪 頭髮是性別的基礎 因為你穿什麼衣服啊 長什麼樣啊 什麼都不太重要 頭髮的長和短就決定你的性別 只要是短那就是男的 只要是長就是女的 所以那個頭髮的短 我曾經問過 我才做過民意調查 就隨便在街上問這樣 你覺得我是男還是女 你為什麼覺得我是男還是女 頭髮是BH腰 所以各位性別也是挺好操作的 頭髮也是別人 好 我正視跨性別的朋友的時候 我開始看到 我不但可以看到 這個社會上面 原來性別那種的框框 是框不住所有的人 因為很多人在了框框之間 有些人在框框之外 有些人從這個框移到那個框 那個多樣性非常非常多 我自己都覺得 因為我有一陣子 穿得很女性 我想小花啊花邊啊 什麼這些的 捲捲頭髮打波浪啊 可是有一陣子 我會穿得很中性 有一陣子我穿得非常的陽剛 我就覺得這個 每一個階段的那個穿著 其實代表了那一個性 時間的對我自己的 一些想像的期許 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我這個樣子 最能代表我的力量 我的形象 我的自我 可是另外一個時候 我就覺得 那個樣子也不錯 我覺得 能夠有這麼樣 多樣的一種呈現方式 挺好的啊 當我在認識 跨性別的朋友的時候 我充分的知道 什麼叫無知 也知道什麼叫做 謙虛 因為在那個 當時一個群體裡面 我有十幾個跨性別朋友 來的時候 我心裡記得 在這個盤上 這個人是什麼 她 是生理上 原先她是什麼 她想要什麼 她是怎麼呈現她自己 這十幾個人 我猜錯了 60% 60%我猜錯 所以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說 嗯 這搞不好是個gay 她一定是個男同志 所以我不是 不是 完全不是男同志 她是個女的 她生理是男的 她是個男同志 如果你現在完全聽不懂 我在講什麼東西的話 各位 謙卑的時刻開始 時刻開始 因為你原來的自信 是建立在那個 我知道只有兩性 而且這個就是男 這個就是女 你就建立在這樣的 無知系統上 當你相信地球是平的時候 地球是圓的時候 你就昏了 這個就是知識和學習的開始 如果你下次再聽說 有跨性別的朋友 有跨性別的意見的時候 希望你堅持一點 它並不是像你想像這麼簡單 它就是男的要變成女的 女的要變成男的 不不不不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 我覺得這幾年 我在跨性別的群體當中 學到了很多很多 不單單學到了性別 這兩個框架的人造性 也學習到這兩個框架的狹隘性 我更重要的是看到 這兩個框架 會造成別人人生的痛苦 因為當你要把一個跨性別 硬塞進那一個 就說只有兩種廁所 男廁所女廁所 你非給我進一個不可的時候 他的痛苦 你叫我們這一位 我剛剛說的這一個 他是男 可是他是一個女同志 你要叫他進女廁所嗎 女生搞我把他打出來了 他要進男廁所嗎 他是會很危險 在這個時候 你會發覺性別的這種慷慷 會造成別人人身上的痛苦 他在學校裡面 常常被同學取笑 被當成老師要矯正的對象 他找工作的時候 公司不顧他 公司說你形象不好 你不能代表我們公司 這些都是非常現實的 兩性的框架 所造成的人生代價 而我的第二個覺悟 就是發覺女性主義 竟然對於性別所知 這麼少 女性主義 必須要有那個跨性別的眼界 我們今年來北京的時候 很幸運 我們剛好有五個人出發 所以我們才幸運的運了一堆書上來 性別研究室的出版品 在中文世界非常非常有名 因為我們也專注在這個領域 那這是我們的出版品 第一次這麼大的集結 在中國大陸的領土上面出現 這是第一次這麼多的人集結 我覺得今天也是真的 照換你講 是一個很難得的場合 我們有的時候 多半時候兩三個人在同一個場合 很少這五個人都在 所以我也覺得說 這個不同的觀點的出現 我們這次帶來的書裡面 有一本是跨性別 但是中文世界裡面唯一一本 有關於跨性別的理論 跟它的文化現象的分析 我們也希望跨性別的這個議題 能夠在大陸的性別的這個圈子裡面 開始大家可以認識到 眼界要打開 知識要與日並進 也要與社會的現實並進 好 我們得趕快去講 因為已經講完了女性主義 看不見性 看不見階級 看不見性別 也講了女性主義 看不見自己 看不見自己 我可以一直講的 因為總覺得自己沒問題的 那我的第三個覺悟是 我從2001年開始 很深刻的感覺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97年以後的話 網路世界開始了 那2001年的時候 我非常清楚的感覺到 網路的言論 不是個自由的世界 更不是個匿名的世界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的言論 會被當成司法所追溯的對象 會被當成司法所追溯的對象 在台灣 我們偉大的 不一樣 對不起 剛才我們覺得言論管制 大概就是中國大陸會做的事情 台灣是個自由世界 不過 我們經過了這個 2000年以後的世界以後 我們絕對認為 我們在台灣那個自由度很差很差 那我的覺悟是什麼 我的覺悟是說 自居母性的 我是母親 我是保護小孩 自居母性的女性主義 目前已經取代了男權和父權 成為一個新的道德大權 他用保護兒少的民 來限縮人民的人論自由 思想自由 學術自由 我說學術自由是真的啊 因為像我的話 我自己有網站 我自己有提供各式各樣 跟性和性別相關的一些文章啊 書籍啊 討論啊 新聞簡報啊這些的 還提供一些其他的相關的連結 大家都可以去參考的 這個是一個性的大觀源 你會讓大家眼光 或開拓一點 不要老是認為性就是男人和女人 夫妻之間發生事 你要有開演的效果 結果有一年呢 我就被十一個婦女和宗教團體告到法院去說 她在散播猥褻 散播色情 就告了 我打了官司 打了一年半的官司吧 寫了很多 講了很多 這次還帶來一本五百六十幾頁的書 就是整個事件的紀錄 那個事件所引起來的軒然大波在台灣所有的討論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充分的感覺到說 我們花了這麼十幾年 打開這個空間 希望大家眼睛開闊 耳朵開闊 言論開闊 能夠真正有一個開闊的心靈 開明的腦袋 就沒有想到說原來 而且他們的多半使用的語言都是我們女性主義熟知的語言 用這些語言用保護而消的民意 開始設立法律 她不再跟你辯論了 各位 在1900年以前我們常常 像王天說提到跟內部辯論 Dina他也說是文章辯論 我們常常跟不同的女性主義者有對話 這個對話的話就是寫文章 在議題上辯論 在報紙上投稿 用這種方法辯論 可是200年以後不辯論吧 不喜歡你嗎 告你 用法律對待你 而且法律各個也知道是個非常不講理的東西 就這麼回事 送到那個系統以後 你就照顧那個系統的邏輯去跑 非常非常辛苦的打這樣一個司法的戰爭 你就會發覺說 原來我們原來想像的那個多元的社會 現在用法律來仲裁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過程 而在這裡面 讓我覺悟到說 語言主義當他自居母性 當他自居要保護一切 當他自居說我才知道真理的道路 我這個人生的選擇才是一個所有人的正確的道路 我們要保障 我們所有的小孩都要學會這個正確道路 當這樣一個一條邊的道理出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可怕的 跟所有的保守的教條的力量結合的東西 當女性主義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女性主義不夠了 如果大家擁抱女性主義 認為那是你唯一的思想的路數的話 我趕快告訴你說 趕快多讀點書 因為你需要別的觀點 你需要別的理論 你需要知道更多 你需要認識這個社會的現實 也要更多更豐富 在女性主義的路上走了二十年 我有這麼三個覺悟 我覺悟到女性主義在性上面 沒有正面積極的說法 我覺悟到女性主義在性別的路途上面 認識很狹隘 我到最後覺悟的時候 女性主義會變成一個龐然的怪獸 形成對於一個社會所有的其他的 跟它不同意見的東西的一個壓力 這個覺悟讓我曾經非常努力 去開拓女性主義的眼界 但是也讓我更為清楚 我不能擁抱只有一條理論 一條道路 因為一個社會的複雜變化 我們需要更多的分析工具 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論 我們需要更多的認知 更多的社會參與 這也是我們這一次 和我們以後一直要四處交流 很努力的目標和對象 謝謝